一座亮麗的地標 呼之欲出 超過400個單位的酒店式柏文大廈 即將公開發售 黃虎井 一個響亮的名字 集高尚住宅 賓館與商業為一體的 城市綜合體 華麗大堂 瀑布式泳池 名家具象 考用每一吋的面積 黃虎井 六周上的家 一個五星級的家 7月9日公開發布 地點9390 Woodbine Avenue 電話905-888-6788 雙職警員 Garrett Stiles的雙禮在下周二舉行 15歲的邵氏司機傷勢嚴重 或者會面臨謀殺指控 5月份 通脹率上升3.7% 達到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汽油價格和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了接近三成 建立博會規定財政緊縮計劃 示威民眾襲擊財政部 和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歡迎收看6月29日 星期三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佳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約客區警員Garrett Stiles 昨天在新市附近的48號公路執勤時 被截停的車輛撞到殉職 目前 事發現場 依然有探員在搜查取證 此案已被列作兇殺案處理 辯職 公司 辯職辛勤 他是一個公平的工夫 辯職 公司 辯職 公司 他也有時間 辯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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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向前 辯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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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相似 辯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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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清晨,Gareth Stiles在48號公路執勤時 發現一輛再有4名年輕人的可兒迷里客貨車 於是將該車截停檢查 在接受檢查的過程中,迷里客貨車突然加速 Stiles腰部被這輛車卡住了,並被拖行長達300米 車輛隨後失控翻側,而被交著在車底的Stiles 掙扎著發出球鬥的訊息 救護員趕到現場後將重傷的Stiles送往醫院 但最終雙重不治 Stiles的雙禮定於下週二在紳士舉行 他身後留下同樣在警局擔任文職工作的妻子 同一名2歲半大的女兒,還有只有9個星期大的兒子 另一方面,邵氏的15歲司機目前傷勢嚴重 依然在醫院接受治療,並可能會面臨謀殺的指控 而另外3名同車的青年亦正接受警方的審訊 Garrett Stiles在若克區至今為止第10名因公殉職的警員 在若克區警員,Garrett Stiles不幸殉職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 若克區另一宗警員殉職事件的司法程序正式結束 在2007年,駕駛時撞死若克區警員探員的23歲 多倫多男子Nadim Givar,今天被判誤殺罪名成立 監禁12年 今早上,在安省紳士法庭 法官將Nadim Givar審訊前拘留的時間計算入刑期 他將會繼續服刑4年02個月 在2007年8月2日,探員Robert Plunkett在調查汽車盜色案時 跟蹤兩格汽車去到萬錦市一個街區 見到疑犯打開車門後,Robert Plunkett上前試圖拘捕對方 但是疑犯諸話,就突然上車裏面 未關好門,就踩油到車逃走 警員Robert Plunkett被夾在汽車的車門 和大帥之間身仇重傷 送院搶救後不治 42歲的Robert Plunkett在警隊服役長達22年 曾經獲得最英勇警員的嘉許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和倫敦證券交易所 價值37億的合併計劃已經終止 多倫多證券交所今天表示 這項有爭議的合併案 無法得到法定的三分之二股東的支持 多倫多證券交所表示 他們依然認為 和倫敦證券交所的合併計劃 對兩地的金融市場和投資者都有好處 多倫多證券交所集團主席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證券所管理層和董事局都認為 兩間證券所的合併 可以推進雙方的經營策略 以及為股東帶來收益 根據統計局的數字 5月份 稀油零售價格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9.5% 這次是自05年9月 據風Katrina 對致油價上漲之後 所出現的最大升幅 統計局說 如果排除油價因素 年通脹率只為2.4% 另外 5月份的食品價格和去年同期相比 就上升了3.9% 而房屋成本就上升了1.8% 至於交通運輸成本就上升了9.1% 本國民眾因為高銀的汽油價格 日常開支已經是大幅上升 但是最新一份資料就顯示 很多加油站仍然存在計算錯誤的問題 導致消費者花了不少冤枉錢 加拿大廣播公司獲取的政府數據顯示 在過去兩年半的抽查中 有6%的加油站被發現油泵計算上有明顯的誤差 在這些有問題的油泵中 有3分之2可以由消費者來承擔誤差 本國測能局在08年的數據就顯示 既由零售商因為計算出現差誤的問題 每年向消費者多收大約2,000萬家元 同時也因爲另外一些有誤差的油泵 向消費者少收1,200萬家元 檢查中發現 安省有7%的油站有問題 其中有6.7%的誤差對零售商有利 在對油泵進行檢測時 如果每入20公升的汽油 誤差超過100毫升 就被視為系計算不準確 針對這個問題 測量局已經提議 要求每兩年進行一次強制性的檢查 針對本國油證工人罷工 而推出的C6法案 在上週日獲得通過 油證工人工會表示 他們不會違反法律 並會重新返回工作崗位 但是工會受計劃 就復工法案 和加拿大油證公司對捕公堂 為工人權益據理力爭 加拿大油證工人工會的高層 昨天在阿泰華召開會議 決定針對復工法案採取法律行動 工會還打算向人權委員會 投訴保守黨此舉 對新員工有差別待遇 使他們得不到 和入職內的員工 一樣的退休福利 根據新的復工法案 油證工人不得不接受 被資方提出的更加低的薪酬待遇 而至於和薪酬無關的問題 將會交由仲裁員處理 另一方面 油證服務已經從昨天開始 陸續恢復正常 然而由於郵件、傳單、堆積如山 有工人就提出加班的要求 但油證公司方面就表示 目前還未確定是否有加班的必要 並呼籲民眾要耐心等候 給時間由證公司解決服務而誤的問題 WOW TV 雷智雅報導 一間獨立研究機構 今天發出警告指 本國的房地產市場的泡沫 已經很嚴重 一旦爆破 將會導致房價出現高達冷成冠的跌幅 經濟研究諮詢機構 Capital Economics 今天發佈的最新一期 本國經濟展望報告 指出房價已經完全高於本身的價值 家庭債務水平也處於歷史的最高位 房地產市場的泡沫 已經頻能爆破的邊緣 一旦泡沫爆破 將會令房地產的投資減少 以及消費者的信心下降 從而令經濟增長大幅放緩 失業率攀升 報告指出 目前本國的房價被高估了兩成半 相當於美國06年的高峰期 房屋過量供應的問題嚴重 房屋和泡民單位的空置率也處於歷史的高位 該機構還預測 受到國內外金融問題的影響 本國央行將會在近期 會維持利率不變 WOW TV 雷智日報道 專題國際方面的消息 希臘總理柏潘德里歐 提出為期五年的財政緊縮計劃 今日通過了國會的審批 希臘如果想獲得歐盟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 就必須要首先得到國會 批准這項財政緊縮計劃 在今日的表決中 擁有300個席位的希臘國會 以155票贊成 138票反對的投票結果 通過了財政緊縮計劃 其內容包括削減支出 提高稅收和出售國有資產等 但是在國會門外 有帶著面具的年輕示威者 向國會投擲石塊 並與防暴警察發生的熱衝突 而警方就動用催淚彈 來阻止遊行者前進 一班守電木棍和鐵坦的 無政府主義者 攻擊了鄰近 雅典騙發廣場的希臘財政部 更加打爛入口 和更高流層的窗戶 警方經過兩小時 才成功將暴徒驅散 埃及官員證實 今日下午 埃及同安全部隊和示威群眾 在開羅市中心爆發流血衝突 衝突持續到今日 目前為止已經導致最少一千人受傷 發生在埃及首都開羅的示威活動 由昨天持續到今日 警民衝突也沒有停止過 大約有二千人聚集示威 高叫口號 要求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 坦達維落臺 自從今年2月11號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落臺之後 坦達維就全面展開執政工作 報導指 昨天 部署在埃及市中心解放廣場的防暴警察 遭到示威民眾投擲石塊 警方隨即發射催淚彈回擊 又向天開槍示警 指導驅散示威民眾 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發表一份聲明 對這次警民衝突事件表示遺憾 認為這是不利於國家穩定和安全 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天呼籲 採取新的經濟刺激措施 推動美國經濟增長 降低失業率 奧巴馬說 美國國會應該批准貸款 鼓勵建築支出 和現場中等收入人士的稅務優惠政策 以降低高達9.1%的失業率 由於美國民主、共和兩黨 就預算問題的談判停滯不前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說 如果美國國會未能在8月2日前 就上條美國債務限額達成一致共識 將無法避免導致美國債務違約 在沒多久之前 由南極漂流3,000多公里 去到新西蘭一個海灘的皇帝企鵝 專家已經幫他決定好他的未來去向 在企鵝身體狀況許可的時候 他就會被放入南大洋裡 獨自面對未來的命運 這隻皇帝企鵝先後接受了3次麻醉手術 包括一致內窺鏡手術 清除胃部裏面大部分的沙土雜物 醫生還為他吃射藥 讓他排出殘留的物質 經檢查確認 這隻重27公斤的皇帝企鵝 是屬於鴻聖 年齡為3歲半 目前他住在動物園 一個放有冰塊的房裡調離身體 新西蘭的相關專家今天決定 在這隻皇帝企鵝康復之後 足以獨自生存的時候 就將他放到南極以北的南大洋 之所以不將他直接送回南極 一來是因為南大洋的浮兵上 經常有與他年齡相約的企鵝出現 周圍的環境可以適應他的生存 二來是因為由46個國家 共同簽署的南極條約規定 不可以將有生命的鳥類 帶往南極 因為這樣會為南極環境造成風險 而在被放生到南大洋之前 這隻皇帝企鵝 將會一直住在桂林頓動物園的低溫房間裏面 現在先休息一會 在稍後中港台環節將會報導 曾蔭權首次開康 強調替補機制 是要導致議員濫用補選 但是他卻沒有回應 是否會做公眾資訊 今年的高級程度會考 總共有四名考生 考獲6A 是近五年 最多狀元的一年 最多狀元的一年 為何能做到一年 就會變成很高的 因為要瞄準 尺寸會進去 collect中 可以數個